一看到警方嫌犯拔腿就跑 遠近也不是省油的燈 一路追捕 跑了一百多公尺後 終於逮到人 被上銬壓制在地 男子氣喘吁吁 低著頭不發抑鬱 已經沒了前一天拒檢衝撞警方後 還開車揚長而去的囂張企驗 這名流姓嫌犯是名毒品列管人口 二十一號下午 他開車行進祈山區中學路 被眼尖的員警認出身份 上前攔查 沒想到他不但拒檢 還倒車衝撞警方 造成一名女警受了傷 另一名男警看到立刻衝上前 對車子輪胎開了三槍 但嫌犯還是趁機逃逸 警方釣魚沿線上百支監視器 先找到他丟起了白車 再鎖定他騎乘的機車 以車追人布下天羅帝王 將以加重妨礙公務 傷害等罪權移送橋頭地檢署偵辦 躲了一天狼狈落網 該面對法律責任 怎麼逃終究逃不掉 華視新聞消息許富傑高雄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 夥似乎 miejsce 每週影片